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财经专家黄旭聪 说到了知名的补教英文老师李立威 过去观众朋友对他有印象 因为他同时也是歌手的身份 过去补习班的学生相当喜爱他 因为他个性的活泼开朗 上课非常的生动 但没有想到竟然传出死讯的他 就是因为跟房仲的纠纷 还有还不出的房贷压力 连接之后的主词请你 沈略 最后一堂课 能让你回味一下老师很厉害 他是北部知名补教老师李立威 教学方式风趣 造型前卫 学生眼中的动感老师 却突然想不开 说他上课很好玩 然后你教得很好 看不出来他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对 24号晚间李立威在脸书上 写下晚安后轻声离开人世 前一天才替红中秋的王死抱不平 上网痛骂 而讲台上开朗的他 还有另一个身份 拿了唱片要给我签名 然后我那天第一次有感觉 我的老天啊 我真的是艺人了 总是看起来相当开朗的 李立威怎么会选择结束生命 去年底花了3000万 购买信仪区的房子给母亲当礼物 但后来在脸书抱怨 跟房仲发生纠纷 最后赔钱200万脱手 心中很懊悔 疑似因为过度信任房仲 遭到欺骗 但也不排除因为感情因素 让他精神状况不稳 连接此后的主持请你 总是在台上带给学生欢笑 迎光幕前开朗印象的李立威 越来越想不开 甚至发文说讨厌自己 最后走上绝路 李立威把痛苦留给 致爱她的母亲 以及阿姨资深艺人 争宁承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的事呢 要想开一点 然后跳脱一点 才能够解决问题 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了 房贷的压力 的确很多观众朋友 你也存在 但事实上真的要来评估 自己有没有所谓还款的能力 尤其在这个房仲业者的话术 或者是斡旋经当中 就算是李立威 她的月收入有30万元 同样也没有办法负担 我们人一辈子一定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买房子 而且房子的话 当然是你这一辈子 买过最贵的东西 所以你越不能够犯错 一旦犯错的话 你会造成你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我们简单来说 像台北市 三房的房子 现在目前都要2000多万以上 这么贵 我们现在目前的经济水准 这么的糟糕 然后这个所得都没有增加之下 如果你贸然买了这么贵的房子的话 事实上是增加自己的负担 反而会让你的 原本我们买房子 是希望说生活过得好 就房子反而变成压垮你的 最后一根稻草 这样是非常不值得 像李维老师 为什么又出现这个case 我们知道说 他跟他妈妈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他们现在是住在淡水 我也要让妈妈比较生活 就是说不要再往来 在台北跟淡水之间 他看了一栋房子 在基隆路的豪宅 这个豪宅大概是30坪左右 价格大概是3250万 他想说这个时候 趁这个母亲节的时候 送给妈妈妈 当着母亲节的这个礼物 就没想到 这个仲介就跟他说 你要付325万 大概是一成左右的这个握玄金 他想说好 因为他之前这个 就觉得说 这个可能是不成文的规定 他就付了这个握玄金 就后来双方可能已经达成了 快要成交的过程 就他算一算说 不对 我现在好像经济压力有点大 那我想说 那我干脆不要买这个房子的 他就跟房仲说 我可能就暂时不要买这栋房子 结果房仲就跟他说 不行 你如果不买的话 握玄金要没收 甚至我要对你提气 这个民事的告诉 他听到这一点就觉得 怎么有这种事情 他觉得不可思议 那更令他觉得气愤的是说 房仲没有告知他一些关键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用他妈妈的名义 去买这栋房子 就有他妈妈的名义 他要去贷款的时候发现 银行不给他贷款 因为他妈妈年纪大 而且他妈妈没有工作 所以银行的贷款非常的严格 他就觉得 而且他在问一些什么 这个赠与税的事情的时候 房仲也是对他爱理不理的 他就觉得非常生气 怎么会有这样的房仲呢 就最后他因为没办法 他怕说这个握玄金被没收 于是他还是硬了头皮 去跟朋友借了400万的投席款 然后把这个房子 还是最后成交下来 但是他最后一个月 每个月要付5万元左右的房贷 那一年之后开始还本金了 本金加利息一个月要还 要付13万的费用 对他形成非常大的经济压力 所以他最后决定 还是把他卖掉 最后以赔200多万收场 那最后他不只是赔上了这个亏损 他连他自己的心命都赔上 这非常不值得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要买房子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市场的资讯 非常的混乱 空头走势力说房子要涨 多头总势力说房子要跌 那一个这么贵重的一个投资下去 几千万的这个投资下去 投资产在这个时候 更应该要停看厅 很多人说房子能要买 一定要看时间 我们先来看到 这个里面的魔鬼在哪里 因为刚刚看到这个 卧旋金呢 325万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买房子的经验都知道 你到房仲去问 就卧旋金呢 大概是1%到5% 现金的话呢 大约是1%左右 但是呢 如果你用开支票的方式 应该会不超过50万 也就是5%是没错 但是是以50万为上限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卧旋金呢 所以你会不会发现说 现在房仲业务要赚钱 或者是吃定你 你这个贵客应该付得出来 好像都会把金额提高很多 是因为呢 他一次要你拿300多万 你就脱不了身 就像那个蜘蛛要收网一样 你被黏住了一样 因为一层300多万 不是一般人拿出来的 那你拿到一放了一层 在这个房仲手上 如果你今天想要下别间的卧旋 对不起 你可能没有能力了 或者是说你今天不想买了 可是你钱在他手上 那房仲这时候会用尽各种手上 我们讲好听叫做委婉的劝导 可是讲难听就是被刁难 所以等于是这300多万就不还你这样 那当然另外加一些 情绪上的字眼去恐吓你说 你不买就死了 或者说怎么样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当然 今天让他拿出300多万 这个房仲很有本事 但是他是不应该的 就像自领讲的一样 通常10到50万就够了 那你甚至你不想要付卧旋军 都没有关系 你签那个定金契约就可以了 因为当然房东会讲说 你的卧旋是以后转成定金 所以这个钱直接整给屋主 最有诚意了 然后屋主愿意 最让你可以杀价这样 但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他房贷带不下来 所以他的资金很起 如果你照他的收入一个月30万 算起来一个月纵使本利盒13万 他也是付得起才对 不应该是买不起 所以他也许还有其他的投资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 那各位观众就是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做投资 想要付卧旋军的话 你可以去银行买支票 对 你要去银行开着 比如说你开一张50万的支票 而且票期是一个月的本支 银行本支 它几乎是适同的献金 那的好处是说 你不用真的掏钱给房仲 你那50万还是继续去周转 那你今天不买了 那你把支票拿回来就好了 那至少你的现金 不会被人家抓在手上 你就不会被受制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在买房子之前 因为他的贷款的问题 因为妈妈的名字是贷款 所以买房之前 你必须要知道说 贷款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贷到八成的 其实过去 有很多人说贷款程序问题 一般来说房仲会说 一定贷得到八成左右 但是像这个案例 完全贷不下来 还一毛都拿不到 是 因为现在房仲会讲说 通常可以 现在房仲很聪明 不会说绝对可以 应该说应该没问题 我想以你的资历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问题是 真的银行合下去 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你最好还是先问一下 银行说你的身份有问题 顾问我要请教一下 其实在市场上 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我有听过 在大安区的豪宅 也有房仲说 这斡旋金一次 就要付500万 比325还要来得高 到底斡旋金 到底没有明文的规定 斡旋金到现在 都没有明文规定 这是房仲在这个 谈判的过程当中 所设计出来的东西 没错 但是刚才那个 讲的那个部分 那是完全偏在 买方的这个立场看 那你其实从平衡的角度 你可以看不同的观点 你今天要来跟我买一个 3000多万的东西 你300万拿不出来 我相不相信你有钱买 对 所以应该要互相保障 卖方的立场 卖方立场 会以这个角度来看 卖方立场 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 那如果说 你前面的这一层款 你拿不出来 你后面的九层 你怎么拿出来 是 对 那当然 这个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的贷款能力是什么 你有300万现金的人 是不是可以买3000万的房子 都没有等号 卧玄金到底付多少 才算是合理 基本上房仲有房仲的制度 刚刚主持人讲过 但是在豪宅的地方 或者是高单价的产品 卖方很重视 就是对方的资历是什么 你如果没有那个资历 我要跟你浪费的时间 谈价格 谈什么 他还怕房仲说 你今天随随便便说 你有买房来跟我杀价或干嘛 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 我要降价说什么等等的 他有不同的考量 这是不同的层面去关贷他 但是你要买这样的房子的时候 现在央行对房市是有 贷款上面的不一样的规定 时时刻刻会有产生一个变化 所以说通常来讲 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通常来讲没错 但是晚间新闻好 央行觉得说台北市的房子 在多少年以下贷款只能贷6成 他这个命令一出来的时候 你今天早上负的斡旋 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这不是房仲可以控制的事情 然后还有你今天往来的银行 和贷的这个金额是怎么看贷的 我今天银行的这个 房贷的这个上限已经到了 那不好意思 你常常跟我往来 你的信用都在我这边 照理讲你在我这边 可以贷到比较好的条件 但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其他人已经先贷了 现在在这个款项的比例上面 银行法的规定上面 我没有办法放的话 我会暂时在这一段日子 我的房贷就不承受 银行会做资金的这个调节 跟这个水位嘛 所以对我们来说 通常这个贷款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资历正常 还有这个信用正常 没有其他政策干预的话 基本上 你可以什么样的房子 带到什么样的价钱 这个基本上是有一个基本的 那如果说呢 一般来说消费者还很好奇的是 如果我已经有握选金了 那定金跟服务费 要另外来算的话 一般来说是正常的这个规范吗 基本上来说 斡旋刚刚讲到 它是一个在谈的过程当中 因为透过仲介在代看的时候 卖方完完全全不知道 这个买方是谁 资历如何 完完全全不知道 那你来跟我谈价钱的时候 这个屋主就会讲 他到底行不行 有没有诚意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就会产生了斡旋金这样的这个东西 那所有的这个仲介收斡旋金都有一个前提 成交的那一刻 斡旋金转成房价的一部分 没有成交的时候 这个斡旋金是还给你 那你这样看一个情形 不是说仲介用什么话术 把你的现金绑在我的手里 不是这样 你今天来看完这个房子的时候 好 我跟你讲说屋主开价了多少 那我会问你说你喜不喜欢 喜欢的话你会开始跟我谈价格 谈了价格就是说 OK 如果这个房子2000万的话 我愿意买 好 那2000万你愿意买 那我帮你去跟屋主沟通看看 那我去跟屋主沟通了 那屋主说好吧 2000万虽然跟我的理想有一段差距 但是2000万我愿意买 成交了 成交那斡旋金不是说我仲介绑住你 是你在代看的过程跟我讲说 这个房子2000万的话 你有权利要购买 对 那他当然 斡旋金转成定金的那一部分的时候 你今天跟卖方的合约已经缔结而成 定金的部分在法律上就是有规范 民法在民国18年的时候 设计定金的时候就是 收定就视为契约的成立 那契约既然成立之后 你今天说OK 我不要买了 那当然定金是没收的 等于说双方要顾及 自己的损害跟利益赔偿的部分 要保障自己的权益 所以说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小心的是 其实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这个杠杆放大非常的危险 操作房地产要特别的注意 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 自房仲有时候的确 在这个案例当中 或许有一些不透明的资讯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的确很多人发生过 纠纷的案例 像陈颖哥过去也是如此 对 事情是发生在 一两年前了 那么我在帮我们的亲友 正在看房子 其实看了一段时间 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房子 那么所以后来看到一个还不错的时候 就蛮高兴的 那过程中的话 我事后回想 觉得说有个比较可惜的地方 就我们要看楼上 因为他在顶楼 我们要看楼上 他说我正好没有带钥匙 那位房仲 就是全国前几大的房仲业者 大概路边常常可以看得到的 那他说他没有带钥匙 我们心里想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没有 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巧 这么巧我们后面就会再看一次 我想说应该不会就正好 插在这件事情上面 然后就没有继续再去做追踪 那其他都符合我们要求 不过看得很明显 他基本上就是应该 投资客整理过的 所以呢 像这个墙角的地方 他就有钉这个三甲板 然后呢 房间都还帮你装了冷气哦 但冷气我一看的话 一时之间念不出来什么牌子 好不好是泰国还是哪一国呢 我也搞不清楚 那因为实在是呢 其他都还符合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买了 买了以后呢 都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 我想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 前一两年 正好台北市 那整个春天 大概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都在下雨 一下雨 下面多久 就接到亲友的电话了 现在里面在漏水 说漏水 漏水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时候漏水的话 是沿着墙壁滴下来 对 他说没你来看看 那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发现 一个房间 两个水桶 水桶你知道 它那个是滴下来的 所以如果说滴一天的话 那水桶会满出来 要拿出去倒哦 所以直接在房屋里面下雨了 对 那如果满的比较 装的比较多没有去倒的话 它那所会喷出来 所以那个床啊 或者是什么衣柜啊 都是 而且不止一个房间 其实这样很夸张耶 那怎么办 你怎么做 对 我们就觉得很夸张 那到后来的话就是 赶快去跟他要求 那在这个就是到后面的 这个付款的过程 付款的话 那我们心里想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尾款就不要付 但后来想还是走 法律上的正常的程序 因为呢 后面有个履约保证 履约保证的话 我们看那区 就是说 它说 帮你修到好 我们就相信说 这个帮你修到好 不是履约保证 是漏水保固 漏水保固 好 那它说帮你修到好 那我们想说帮你修到好 应该就没问题 这么大的公司 结果到最后呢 他我们就付钱了以后呢 他也真的就去联络房东 找人来修 但是产生一个情形 他修了以后 有修理吗 有 然后下雨继续漏水 我说那你怎么办 你没有修好啊 他说 现在就好是别怎么修理 我想一想也有道理 下雨一天 你就要修漏水 那当然水泥是没有办法干嘛 对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直反反复复的沟通 然后你要约三方 都能够到的时间 包括房仲 包括对方所请来的工人 包括我亲友的话 其实过程中拖了几个月 那这几个月里面都在下雨 后来我们实在是觉得说 有点受不了 那就觉得说 本来是要想要发一个 纯正信函 是 因为我们透过关系 去找到的 这家房仲的董事长的秘书 董事长秘书来帮我们打电话 打电话最后转到客服 客服最后转到店长 对对方的店长 那家店店长打电话来 那房仲离职了 不在那边坐了 对他说 因为他不在了 他离职了 所以到后来电话 其实之前有接 后来就没接了 那我说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没关系 那我来处理 但是现在还在下雨 所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就是那个下雨 前三个月没下雨 后三个月下雨的时间 那后面那个漏水保证的 那个时间就过了 就过了 过来我后来心里想说 在过之前的一两天的话 想说要不要发这个东西 后来想算了 那已经被他弄得受不了 自己花钱 去找了一个朋友 他真的有把 我们家漏水修好了 后来也请 就请他去处理 他处理好之后 我们决定自己花钱消灾 但是真的 给我一个 以后很深的感受 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 你在做之前的话 我以前听人家讲说 你下雨天要去 晚上要去 但是呢 那个时候 一个动作没有做到位 后面就产生了 好几个月的困扰 真的给大家一个惨痛的 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 对 可能不能讲了 因为可能有顾及到 对方的形象 但是我觉得 陈毅哥真的宅心忍厚 因为精神赔偿的损失 我觉得应该是高过于 他买的那个价格 所以我要问一下 四位 其实在房仲业 很多跟我们交涉的过程当中 的确会有一些纠纷产生 比如说刚刚贷款的乘数问题 还有呢 其实我发现到一件事 因为实价登陆之后呢 在估价的这个部分 通常他都会跟你说 大概2000万 但是实价登陆之后 这个数字还会再下降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迷感要怎么来注意 有一个重点就是不买最大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渴望买那个房子 被人家发现之后 你绝对是冤大头 可是如果各位有去东东亚去玩过 比如说什么曼谷等等 杀价多少钱 你不杀价 你是笨蛋嘛 对不对 可是一惯例 杀个什么 七折 六折 五折 其实是三折 当然如果当你不买的时候 小贩自动把价格往下降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经历 就是如果你今天不买这个房子 他绝对把价格降下来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精神 然后另外房商当然有很多 又有很多的话术来诱拐你出价 或诱拐你拿出握旋金 最常用的就是比如说 他会告诉你说 这已经有人曾经出握旋 假设那个3000万 有人出握旋到3100万 所以你可能变3200万才买得到 那好吧 我就出3200万 当然哪个3100万的握旋 我们都不知道 从来都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因为如果你今天用不买最大的 例子的那个精神去买房子 隔天房仲一定有打电话给你说 不好意思 那个第一顺位已经不想买了 你要不要来看一下 可是屋主就很坚硬 当然天下没有一定非买的房子 不可 这个就像男女叫我一样 没有非娶老婆 对不对 没有非娶的老婆 或者是没有非嫁的老公 房子也是一样 你现在都有房子住了 对不对 如果你用这个态度 才会买到好房子 另外还有 现在还有房仲有人讲说 你买了没关系 纵使你自己不住 几年后房价就会涨 对现在是要打个问号了 是你看这个图什么上涨多少 所以几年来以后房价就会涨 你先用宽限期弄个两三年这样子 租金少少付 就像那个Ladywayster付5万块 另外我们有客户想租 所以你只要买 我同时去联络客户帮你租 一个月租5万10万都租得掉 有这种事情吗 这么好康吗 这么好康自己去做就好了 何必轮到你呢 因为你今天 今天一般消费者买房子 是为了要住的 是 如果你今天要投资 当然我相信陈映跟 这两位都有很多非常好的 投资产品会告诉大家 对 不要乱投资房地产 因为投资房地产的问题 就是房子不好变现 对不好变现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 还是一个句老话 杠杆太大 可能会出什么意外 你不能保证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房市 有人说房市空头跟多头 都是这几个投资客在讲 但事实上空头总司令 这回下了多头的口令 到底是真是假呢 我们稍微为您解析 接下来房市要怎么观察呢 很多人说到第三季第四季呢 房价可能会有风蝶的开始 许真的如此吗 我们先来观察一个数字好了 这个呢 大家看到的是死亡交叉 房市面临死亡交叉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 当房贷利率呢 高过了租金报酬的时候 就会呈现这个数字 而且呢 房贷利率1.95% 已经高过了出租的报酬率 1.57% 这样的话 你买房子出租 其实一点都不划算 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样本 我们没有放进来估计 但是如果整体来说 的确大家对于多空交战的印象 都在猜 未来是往上走 还往下走 虽然多头都会说 现在不买 以后会更贵 但是呢 空头说 如果现在买 以后崩的 被套的就是你 所以当我们的张金二副市长说 现在房市 空头多头 它有点看多意味的时候 很多人就在猜 这是不是另外一个 利空的开始呢 世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人 我们知道说 这个台湾的房地产 从2003年触底 再往上走以来 我们看到说 这几年的房地产里面 他们两个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人物 这个张金二副市长 当然是以前都是在 比较喊空的一方 那这个严秉丽 这个他就比较喊多的状况 但是我觉得他们最近 好像有点在演出戏 叫做变脸 对 如果我们看到说 张金二先生他讲说 这个房地产 好像还会再涨 但是市府目前 也没有要打防的这个打算 但是反观这个 过去都一向非常 看多的这个严秉丽 他居然说 这未来他看到几个迹象 好像会有看点的这个状况 他觉得 好像未来的状况 不会那么好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他们两个好像有点 如果把他脸遮起来的话 觉得好像 他们两个就换了脸的状况 角色互换 对角色互换的状况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分析 这些这个 未来房地的走向 我们先以严秉丽先生 他看空了几个讯号来说的话 第一个 他当然说因为 第一个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包括台经院又下去 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的预估 那加上说过去十几年来 台湾的薪水其实是没有涨的 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 既然薪水没涨 为什么房地产可以一直涨 所以这个都是一直 很多人看空的理由都是这一个 那这一个的话我觉得 这可能要 会不会是变成房地产空头的 一个讯号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第二就是说 因为这个实价登陆之后 很多这个原本被碰空的 这个房地产的价格现行 尤其是以豪宅为主 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讯号 就是包括豪宅或者是说 台北市的蛋黄区 这成交量好像已经略为下滑 而且好像价格涨不上去 如果我们用套具股市的说法 就是说主流股好像已经没有再涨了 那现在落后补兆股再开始涨起来 这会不会是一个 这个股市 或者房市倒顶的迹象 我们有待观察 第三个就是刚才芝林讲到 这个租金的报酬率的问题 那事实上租金报酬率的确 因为房价涨高起来的时候 的话它的报酬率就一定往下跌 那我们看到说 这个央行的利率来说的话 央行最近都针对一些特殊区域开始调 希望这个乘坐的行库能够提升利率 那其实我们看国际的状况来说 包括美国QE也可能结束 所以未来这长线来说的话 这个最低的利率环境已经过去了 所以利率真的往上拉的话 其实对一些投资客 当然会造成一些心理的压力 那最重要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除了这几点之外 我再提出两个观察点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过去几年 政府的政策是很重要 它过去几年是针对房地产的政策 这个是非常松 它到这几年才开始 寄出什么这个舍死税 或是实价登陆 有点要打压房地产的意味 之前在打压股市 因为有这个证所税 但是他现在把它拿掉 所以我们看到现场的现在资金 根据有接触到一些市场的大户 他们有逐渐要把这个资金 从房地产移往股市的一个迹象 那这个是值得大家观察 第二个过去这个很多业者 都在讨论一个叫做 两岸三地的比价效应 譬如说台湾跟香港的比 或是说台湾跟上海比较 这个我们都明显比较便宜 但是提醒大家 中国跟香港都在打房 他们房地产下跌压力 价格是非常大 那如果他们真的房地产 走空头或是真的下跌的话 我相信这些对台湾的房地产 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而且那是业者说的 对 可能会有连带相 因为刚刚市中讲到这个 我就想到严秉丽 过去他都仲介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来台湾投资 所以会不会是他先喊低 让大家逢低买进 然后之后再炒高价格 也是有很多人怀疑的一点 所以我们先来看整体的房顺 如果真的走空走多都有人讲 但是实际的数字是 今天我们来看到前五月 这个买卖的转移动数 将近有15万动 如果以年增长率来看的话 成长的幅度超过了16% 但是我相信这个数字 应该比16还要来得多 要请教顾问的是 现在买卖反移动数慢慢的增多 但事实上房市感觉一点都没有退烧 就是大家对这个空头 还是抱持着幻想或希望 我先更正几个观念 这个一定要说 所谓的房屋移转动数 它跟签约其实差了一个月 因为是先签约之后 办到过户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 所以会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落差 所以目前的房屋移转动数 显现的是前一个月的成交量 OK 好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 我们在谈房市的时候 很容易把它跟股市用一样的概念去比 但是今天我做一个最简单的比喻 假设说鸿海这家股票有1万股 那它今天当市的价格是100块 这1万股每一股都是100块 可是大安区的一个公寓 跟这个松山区的一个豪宅 它们的价钱会一样吗 不会一样 那你今天讲你把这些这个月的交易的数字 平均出来做成一个平均房价 我跟你讲它的盲点在什么地方 我今天车市 成交一台法拉利1000万 成交一台国产车100万 平均车价550万 所以台北的车市已经贵到 没有任何人买得起 因为平均车子550万 那问题是买这个1000万的车子的 跑车的这个人 跟买100万这个国产车人 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财力 他们的什么是都不一样 这是第二个观念这一定要更正 那再来你说未来的房市怎么看 好 今天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这个出租报酬率这么低1.57 所以去年在那个年底的时候 金管会议讲 这个寿险业如果在2.875这一段 底下的投包率 你统统不准进场 所以变成寿险业在台湾 找不到房子可以买 OK 它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现在问一个非常简单问题 这个出租报酬率1.57 看起来比定存好没有多少 对不对 OK 我今天钱如果是只有1.57的话 那我存在银行 那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想法是这样 我这个钱存在银行10年 我的本金会不会变 1000万存在这边10年 就是1000万 10个1.57的利息 对不对 但10年之后 这个1000万的房子会变成多少呢 如果变成200万 1200万 那我就多了200万的本金 那你以长期来看 为什么有人说 这么低的出租投报率 还是有人愿意去选择 进入房地产 因为他用时间换空间 对 他的本金会增加是 存款不会的事情 你以稳定的报酬率来看那的话 是以这个角度去看 当然现在出现一个很特殊的状况 这个我们也在观察 他的状况是什么呢 我们的租金跟房价 已经出现一个很大的落差 这个比达到64倍 那就是说你这个地方 所讲的这个死亡交叉 那64倍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今天租一个店面 要花个几十万的租金下去 我们那时候一个case 一个咖啡店连锁的数字咖啡店 他租了一个店面 租35万 他一杯35块的咖啡 我都很好奇他怎么样获利 他用说话剂之类的 对 我都很好奇说他要怎么获利 OK 那你想想看 他的租金可不可以再涨 涨到从30万涨到50万 他还没有上涨的空间 除非他的咖啡要再涨一倍吗 我不晓得他还没有上涨空间 但是说实在 租金现在跟房价 的确落差的速度开始变快 但是现在回到另外一个问题 景气如果复苏 生意如果变好 那会不会让这些租金再上涨 有可能 有可能 对 所以这是看你对未来怎么看 今天收QE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复苏了 像昨天这个讲说 这个美国的房市还有苹果 苹果在这么糟糕的状况之下 也没跌多少 大家一看 好像景气没有想象中的坏 所以我可以把QE 不要再印钞票了 把这些钱慢慢收回来 这是复苏的帧号 复苏的帧号然后出现房市 要到货要大卖 它的原因是什么 OK 当然那像那个 侍从刚刚讲的 我有钱要进股市 这是属于投资 投资者 投资者他把钱放在股市 放在房市 这是他的选择问题 我再提供一个数字 是昨天出来的 昨天新闻上有讲说 银行偷偷A了你的利息 就是所谓的净值户 我们净值户有多少钱 427亿 什么叫427亿 现在买一户地保才3亿 427亿可以买100多户 地保那个社区也才168户 闲在那边放在那边 几年不动的钱 已经有400多亿了 现在这个问题为什么说 那我就选择 我选择我放在银行 放在这个房市 钱太多 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所以资金流动变成了 现在房市的确有热络的迹象 但是未来的确不确定因素很多 我相信顾问看多 但是事实上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他赶快的下跌 所以不得不 如果手头的资金不够 他可能会转去买一些比较二线三线的区块 比如说最近吵得很凶的林口淡水 还有三峡地区 是目前来看的确小宅当道了 因为大家当整个景气没有付出 并且比较豪宅或者是主轴地区的话 开始出现一个滞涨的情形 那资金的话就由自助 或者是投资的话 他就会转向比较小宅的方向去走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是根据最新的统计 在最近的话 比较热络成交的 是属于30坪以下的住宅 那如果说以台北市的这个地区来看 像中山区 那么有将近21.7% 占成交的比重 包括像是内湖 或者是像北投的话 都在里面 那我们注意到说 从地区的区块来看 他好像并没有明显的 出现在哪一个区块 但是可以看到说他其实呢 中间的淡黄区 包括像是台北市的大安中正 或者是新计划区的话 并没有在里面 所以就因此就像资金刚刚讲的 往比较平价的住宅方向去走 这是一个趋势 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以新北市作为例子 很多人我们在看 供给量比较大的 零三淡 零三淡这几个地区呢 其中哇 林口增加了72% 然后三峡增加了56% 这些都是属于30坪以下的住宅 占比重高的 甚至于是流浪到淡水 以前我们讲说流浪到淡水 比如说淡海那边 有一些房子的话 因为盖了酒麦没有卖出去 甚至于都被这个海风所吹死了 但是现在淡水 它的整个交易的话 却是呈现增加的现象 甚至于最新的统计 搬进淡水的人数 那么在近几年来的话 过去一年是增加了4553人 那大家想说这正常啊 全大的海北地区这么多人 但是跟各位报告 以前几道拥挤的永和地区的话 人口却是出现流出的情形 所以这个整个人口结构的流动 其实跟我认为在最近住宅 包括以前的林三淡 林口三峡淡水 大量的退岸 那么盖好了之后 以自住型为主 或小宅为主的话 它整个人口慢慢的搬进去的关系 所以它可能从原先的中古屋 搬到新的这个房子里面去 落成了之后 造成人口的一个迁徙 所以这个主轴方向也值得大家做留意 不过我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自住型这是OK 因为你先开始选小宅 然后开始 可能用蛋白区开始 去做你的一个人生的规划 那如果去做投资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要考量到说 第一个 如果大家去那里都是自住 那你要租给谁 有没有人帮你付贷款 那么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你并不在乎贷款这个问题 未来想要去做抛售的话 下挡的接手力量强不强 这牵涉到公息需求的问题 也特别要做留意的 其实如果说你买30平以下的小房子 很多人就会说不如不买好了 因为我有认识的朋友说 他一个月10万可以租到比较大的 我先请苏惟来分析一下 如果是你啦 因为你的年纪比较年轻 会不会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说 我租房子就好了 我不要付贷款 反而没有压力 这是看你的本身需求 如果说你今天的需求 刚好是30平以下 那你有钱了 钱存到 而且你的工作稳定 你有足够的收入 你当然可以买房子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而硬去买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因为呢 租金这么便宜 台北市的租金也很便宜 你不要讲新北市 那我常常跟大家讲一句话 叫做您买市中心的中古物 也不要买郊区的大坪树 为什么呢 因为就房价过去历史来看 市中心本来就比郊区还要保值 这是无可厚非的 那你说郊区的大坪树 它也会变中古物 当你郊区的新房子变中古物的时候 它一样不保值 它一样会折旧 而且现在建常盖的房子都那么烂 多数都这么烂 这是我说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新房子就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常常有网友说我想买新的 因为新的比较不用修 是这样子吗 可能你做两年就开始漏水了 也许它又偷工减料 是 我还不如利用房仲的漏水保固 来维修那个中古物 还比较扎实 好 稍后回来呢 我们还要再来看的是呢 其实买房子还有很多的地雷 跟有潜力的地区 马上回来 刚刚问其实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也有多空的交战 所以到底要买还是不要买 很多年轻人或许你刚结婚 你真的觉得手边有第一桶金 想要找一些潜力的区块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顾问 如果他们真的有意愿 能力又可以负担 哪一些区块是你比较推荐的 我们先讲一个概念好了 非常简单的概念 如果是自住的 一定是先从自身的需求开始 离工作的这个通勤时间近不近 如果你是自由业 上班时间是随便你的话 那你找便宜一点的 便宜一点的 那当然没关系 那如果说你上班时间 迟到个几次会被开除的 那你感觉也要离工作近一点 那再来夫妻两个 像刚刚为什么讲说那个小宅当道 小宅当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人口的改变 现在大部分都是年轻夫妻 然后对 没有小孩或者是单身这一类 所以这个两房的产品 在市场上变成主流 是因为人口结构的关系 那OK 你在选房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情形呢 我这样讲一个很简 先举一个例子 如果目前以20年的房贷 2%的利率来算的话 你一个月的本息摊 大概是在1万2千块左右 OK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设我有一个小孩 结果我要找一个保姆 那这个保姆是不是也要2万块钱 2万块钱你就可以多贷200多万 那如果说你住得离妈妈近一点 那妈妈帮忙大概不会跟你收到 2万块的保姆费 那你那个房子的选择 你看那就立刻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看这些的支出 都会影响到你去选一个标的的看法 所以自住的人 第一个不是讲别的 你说哪边有潜力 哪边有潜值 那边有潜力 那边有潜值 可是你现在负担受不受得了 你支出受不受得了 这个不能用这样的角度看 所以说自住一定是选自己工作 还有开销支持得到的这个地方 像刚刚Swade讲的那个地方 我很赞成就是说 你贷款一定要先看 你每个月的负担受不受得了 如果说你要超出自己的负担 去拼一个所谓的 像比如说蔚来捷运商圈 这样的产品 说将来我可能 比较有涨的这个空间 你有没有别的管道 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去做 这样的支应 这一定要想到 因为你可能会有 暂时生活品质的调整 那你可不可以接受 这样的这个空间 这自己一定要先 盘算好了以后 然后才去看物件 刚刚其实顾问还有提到一点 是这个银行里面 请有427 我听了非常的惊讶 所以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其实这边手边有很多油资 想要来投资 除了自住的需求之外 我要请教陈映哥 如果说真的用潜力来看 哪一些区段 或者说哪一些生活机能 也可以加总在一起 是 主要的话 就是在价格还有生活机能 这两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 这是根据统计 这里面的话 有三个族群 有机会 如果说想要去做投资 第一个的话 就是市中心的小宅 其实它代表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的话 市中心当然好租 因为上班的人口多 通勤人口多 第二个的话 它的单价不高 所以比如说你要把它分租 或者是说 自己租或租给小家庭 甚至于是学生的话 这个机会都存在的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换屋的需求 以大台北地区来讲 你可能从新北市 开始换进大台北地区的话 像文山和内湖 而像高雄的话 那么原本可能是 驻站的大高雄地区 比如说凤山 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说 可以往高雄市中心去走 可能走到南指 像这样的地方 包括像是在大台东地区 从大理 然后开始往中间去做前进 那么第三个部分 就是未来的捷运商圈了 所以捷运的话 当然有些比如说 中南部的朋友 可能捷运还没有这么的方便 或者说比如说高雄地区的朋友 可能觉得说捷运对他来讲 并不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但是基本上 以投资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如果说你住的地区 已经有开始有捷运 或者是说 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开始 往这个机场捷运 这里去通的话 那么它未来都会具备有潜力 就像顾问刚刚提到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开始 去规划自己的资金需求 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就说 你一开始所要付出的这个投机款 这个你有没有马上急着要动到 它因为你一付下去之后 其实你代表说 你有个责任在 那么你如果说投机款产生动摇 我曾经有个朋友一个情形 他好高兴 他想说房地产 他也要去做投资 咱付了投机款之后 后面的工作产生问题 结果到最后的房贷付不出来 结果连前面的投机款的话 都怎么就没收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讲到投资的时候 先想想看自己能够有能力 去做多少的事情 对 如果你评估自己的能力 可以之后 接下来你还要注意的是 网络上有很多的投资客 都号召网友一起说 要拯救某某地区的房价 当然你在评估之前 一定要先想到 这个未来的潜力到底有没有 或者是趋断的问题 是从 对 我们来看说 虽然说这个房地产 是非常这个投资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现阶段 有四种这个四类型的住宅 可能握手 所以要非常小心一点点 第一种就是所谓的 这个休闲住宅这一类的产品 因为我们知道休闲住宅 通常都是有钱人的第二栋房子 尤其它主要诉求就是什么 家里门前有山坡 后面有 前面有小盒 后面有山坡 或是鸟语花香之类的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如果你诉求是这一种的话 一旦房地产反转的时候 它可能下跌幅度会非常的大 你可以养小三 不行 不行 第二种是这个重化区的住宅 这一类的东西 像重化区就很多人就说 我要买房子为了要赚钱 我干脆就先布局重化区这一块 尤其现在除了公办重化区之外 也有私办的重化区这一类的东西 包括台中台南 或者是说新北市 其实都还蛮多的 但是这一种就是说 它生活机能还很不方便 如果你现在太早去买的话 如果万一真的反转的时候 你可能要脱水也是非常困难 第三种就是逼地段的豪宅 像我们知道台北市有地保 事实上不止台北市有地保 每一个地方都有地保 对 每个都打地保的号召 说这是豪宅的区段 事实上你是诉求就是说 比如说建材比照地保 装潢比照地保 但是事实上你不是在市中心 不是要好的地段 但是你开出的价格都是偏长 偏离这个区域的地段非常远 像我之前去一个林口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 它开出来的价格 其实比市场预估的 都还要再高太多 当然很多的 房地产这个时候 大家很愿意去买 但是真的反转的时候 大家要想一想 前面这三个是因为地点不对的关系 还有另外一种是因为高价的套房 像很多这个坟岭组 他诉求就是说 什么饭店管理 全新装潢非常漂亮 很多人愿意去买 就去买这种高价的套房 虽然它单价比较低 但是它平均的 这个一平的单价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恐怖 对 这种要脱手 其实也会非常困难 所以这四种可能是 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可能要先避开的 刚刚提到的这个高价套房 我也有一点要讲 其实观众朋友你要小心 它是这个工业用地的话 其实未来脱手真的会非常不方便 而且它不能用瓦斯 只能用电磁炉 那另外我要请教四位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注意到了 是不是还有一些地雷 真的不小心会踩到 一定要看的 是 绝对不要买投资客的房子 所以往后上号召的 就是要特别小心 是的 投资客的房子 当然投资客为了要赚钱 所以他的房子 有很多要求的paypal 我们就不假 他为什么要求了 那投资客要赚钱 所以你很难在 投资客的房子身上 讨到便宜 除非今天投资客要到货 那你要怎么确定 那是投资客的房子呢 很简单 坦本一调 只要他前手 他的那个入手时间 只有时间在两年以内 都是投资客的房子 多数99.9都是投资客的房子 他问一下 一个是黑心装潢 你住了马上漏水 这样他还会拖过 半年的那个保固期间之后 在半年的第一天 就给你漏水 然后你怎么办 你只好自己鼻子摸了 投资客都是这样 另外有些投资客的新存物设计 比如说他预售就买 一直到新存物 才卖出去嘛 那感觉你好像可以赚到便宜 但是现在建商盖房子都很要修 当他一开始预售的房子 卖光光的时候 他房子就随便盖 随便盖之后 当建商点交给投资客 对不起 投资客不会认真点交 所以如果等你租进去发现时候 你家的花分子是烂的 会爆粪 或是那个电梯可能会晃那种的 最后都是你贴钱去缴 然后最后一个 不要买海鲨 不要买凶宅 因为有人认为海鲨跟凶宅 是有投资潜力 房价低 未来会有高度发展 因为有人说价差很大 因为之前也超过一阵子 是 可是这是不能住不能买的 因为住进去 你人就受伤不好 生病等等的 那当然凶宅有各的宗教定义 最后一个 如果你要投资学区宅 非常小心 因为现在少指化的影响 所以几乎只要学校 都快要变成明星学校 你不觉得吗 对 而且十二年国教 可能会让明星学校 这个趋牌未移 当初你认为 明星学校因为这样多付一点钱 结果可能过了三五年之后 发现它已经不是明星学校 那你怎么办呢 因为你当年已经多花一点钱买了 那它不是明星学校 谁要跟你买进呢 那你的钱怎么办 所以千万不要短期投资学区宅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来看一下 住宅的价格指数 这个数字有可能会失真吗 马上解析 这两天呢 大家在讨论的是 台北市第一波市出的房价指数 我们要来看一下哪些区块呢 事实上跟大家想的差不多 因为呢 其实包括了中山松山南港呢 这个涨幅蛮大的 百分之十二点三八 但是呢市林内湖大同虽然在比较后面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均价的部分 虽然很多人说这个数字可能会失真啦 因为包括了我们来看到中山区 有到一千三百多万 但事实上市林内湖大同 虽然这个总价一千三百多 但是呢也有一瓶含上八十 或是破百万的都有 那么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大安跟信义还有中正区 一千九百六十六万 有人说这实在太客气了啦 一户两千万应该是中古屋的价格啦 如果你新乘务加进来一定会破表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顾问 数字可能会失真 虽然说呢 政府在打压房价 所以张金二推出这个指数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小涨 他可能想要把数字压得低一点 但事实上未来还会看涨的同时 我们要来怎么从数字观察里面的真相 基本上有一个这样的概念是这样的 就是实价登陆跟实际成交建数 已经产生一个落差了 他从实价登陆的部分 又只取八成出来来算这个房价指数 其实很多的财经学者或地产学者 都试图把房市变成像股市一样 看有没有分析的指标 可是股市已经有很多的成功的指标 K线 KD什么等等这些移动平均线 来去看他这个指标 可是房市并没有这样的这个部分存在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副市长提出 这个是完全没有用吗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今天他设定的题目是9楼的5楼 22年以内的房屋 然后这个27坪以内是属于适合的住宅 然后算出说这个指数 今天我可不可以做一个排骨饭指数 就是台北市的排骨饭都应该是多少价钱 你这样看看同样一块排骨 我的手艺好一点 我不能卖贵一点吗 基本上它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制造这个标准的住宅价格 本身就是想要利用一个什么指标 来判断说房市的上下 可是毕竟房市跟股市 它是有不同的属性存在 所以不容易做到 他以前做这个国泰指数的时候 效果就不理想 现在到这个地方 会产生什么理想的效果 我觉得有限的 所以目前你看打房 政府应该是这只手 没有什么力道之类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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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